小姐 红莹 待我落发剃渡以后 你就回到院关城去 我会写一封信给叔父 将你托付于他 红莹是不会离开小姐的 小姐若是落了发 红莹也绝对不会留下青丝 庙连安地处偏远 我们躲在这儿 音讯全无 叶将军和柳将军一无所知 红莺只是担心 万一有什么意外 小姐 我们还是回雍关城吧 这雍关城 我是回不去了 小姐 你千万别这么想 要不 要不我们在这儿 再多待几日 等你心情好点了 我们再做打算 小姐 喝茶吧 红莺 你看我是不是老了 小姐 你说笑呢吧 你看上去啊 比十八岁的姑娘还要娇艳呢 满心勾鹤丛生 娇艳恍如隔世 心音真的老了 慧明师父说了 姑娘六根未清 不能踏入佛门 过一阵子 就凭姑娘的如花美貌 知书达理的修养 温柔婉约的性子 日后 一定能找到一个 比叶将军 强十倍百倍的男人呢 我只想在这儿了去余生罢了 谁还会谈到以后呢 紧怕呢 红莺 紧怕怎么没了 许师刚刚落到寺庙里了 红莺这就去取 这是佛门圣地 怎么能让你们 随便带居士出去 你个老家伙啊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们找的那位姑娘 是让她嫁入张家 做豪门媳妇的 你说 那位柳心姑娘 到底住在哪间房内 岂有此理 你们想干什么 不说是吧 上 小姐 不好了 有人想打你的主意 正打听你的住所呢 什么 快点 快点 怎么了 红莺 你先别问这么多了 怎么了 红莺 小姐 你别问了 快走 小姐 快跑 这里不能待了 快走 紧胖的红莺 紧胖没取出来 小姐来不及了 下次再去吧 快点 你等我一下 我很快就回来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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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他们追上来了 站住 站住 快 别跑 给我站住 站住 站住 别跑 站住 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家小姐的表哥 可是明镇江湖的天下兵马大将军 小废口 把他们抓回去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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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紧 抓紧我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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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拦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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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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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这根树枝根本承受不了 两个人的重量 抓住我 小姐 你放心 咱们不会有事的 小姐 小姐 你要答应我 以后一定要好好活着 找一个爱你疼你的好男人 我答应你 红莹 我答应你 别放手 快上来 小姐 我们来世 再做好姐妹吧 永远不放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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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三 还不给我交人头睡啊 压医大人哪 女庄地势低洼 被咽得最严重啊 几乎是颗粒无收 都靠着村粮过日子呢 只等着朝廷震灾 这哪还有钱交人头睡呀 我们也是当差的 收不上税 衙门那边交代不了啊 你 你看看 这村里边 到处都是哭哭啼啼的 大姑娘小媳妇 这世日子过得呀 比药还哭 这收不上税丢了饭啊 哭得该是俺家的媳妇 给我搜 是 别搜啊 展开 什么都没有啊 别搜了李爷 您别搜了 真的什么都没有啊 真的什么都没有啊 赶紧把人头睡给我交齐了 要不然有你好看 走 这下就带了 好 这这边让我们的碰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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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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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跑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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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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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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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晃晃晃的成河地头 老爷 连个安门窖都不让我睡 说 老爷不好了 老爷不好了 混账东西 什么老爷不好了 老爷好得很 老爷 秀水河决堤了 什么 你在说什么 天天下大雨 秀水河的水位一直在涨 前一日子寻查史曝光 堤坝有缺口 今天秀水河的大地崩了 水 河水冲了进来 卷了好几个村庄 礼庄 陈庄 天都压了 人 人都死了 你给我闭嘴 谁告诉你秀水河决堤 是以前的口子 睡过受伤来了吗 天天下大雨 把快熟的庄稼全毁了 没用的东西 给我滚 是 是 秀水河决堤 秀水河决堤了 秀水河 秀水河决堤了 秀水河 天要下雨 娘要下人 谁说秀水河决堤 跟我这 将要离任的周官有关系 对 千里做官只为财 我何不将其救济 上书朝廷 我申请救济 我还能再捞一笔呢 对了 我还能再捞一笔 我 我 我还能再捞一笔 这礼庄被大水淹没 死亡和失踪的人 超过八成 财务 房屋 牲畜 损失殆尽 还有 泉州十三个村庄 被水淹没 死亡六千四百多人 一万五千人流离失所 总计损失白银七千万两 老爷 这么显合适吗 咱们泉州每年人均收入 才二十两银子 放屁 秀水大堤是本官我主持建造 本来劳不可摧 怎奈 这百年不遇的大洪水 浊浪滔天 一泄千里 毁了我这良心工程 写 就这么写 世间万物 皆有极限 这秀水河地势不好 位于江边 又下了两个月的暴雨 怎奈着河水上涨 我就是再坚固的河堤 也无力回天 怎么能说我修得不好呢 可是老爷 几个月前大敌就出现裂缝 这件事 这牙役都知道啊 牙役 牙役不是被大水冲走 光荣殉职了吗 可是李牙役还活着呢 你笨哪 他不会被洪水给下风了吗 疯人就爱 胡说八道 快给他们家送些散碎银两 安抚一下家卷 让他给我闭嘴养伤 对了 还有 震起灾民 然后把我们的灾情 上报吕巷爷 再说了 咱们修大敌的银子 也没少给他上购 到时候 想必他一定会为我美颜几句 老爷 刘姑娘坠崖了 这可惜了我这角色 佳人 是 更重要的是 这柳姑娘坠崖之前啊 声称她是什么 兵马大将军叶昭的亲表妹 这事恐怕不好办了 荒唐 这每个官员的家卷来 都得劳还我这 张太爷亲自接待吗 这庙连安里的柳姑娘 杨姑娘 张姑娘 我得天天盯着他们看 我一阵人君子 成何体统啊 再说这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没准他就自行离开了 旁边的县里 大水 山贼 流寇 也都是有的呀 对 对对 那太爷您的意思是 现在到处都是灾情 这牙医都死光了 最重要的事 就是上报朝廷赈灾 别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明白 明白你还不快下去 是 对了 吕相爷家在城里的亲戚有没有受到惊吓 我得亲自去安抚一下 来人 老爷 人在这儿呢 别叫 是是是 我这就去 回皇上 连日大雨 庄稼欠收 水路中断 东京物价猛涨 受在最严重的地方是 秀水和江北等地 厄瓢遍野 失去家园的百姓背井离乡 朕在刻不容缓 请皇上明察 禀皇上 先是辽邦作乱 凶悍野蛮 国家一战就是八年 好荣誉渡过难关 国库空虚的 连老鼠都懒得停下来 没等休养生息 这又来了水患 处处都要钱哪 闹得人是吃不下睡不着啊 只恨不得一个子掰成两半花 臣不知赈灾之款从何而来啊 江北乃齐王封地 他已连夜赶往江北 赈灾突发情况较多 急需后方供应赈灾款项 据臣所知 刘大人昨日刚刚斥巨资 为老母亲作寿 这笔钱 恐怕够十个灾民 开销半年的了吧 你 家母八十年才做这一次寿 我尽孝是天经地义 难怪范大人孤苦无依 恐早已无父无母 无数可做了吧 灾民的父母等同我的父母 岂能眼睁睁看他们忍受饥寒 吵什么 看看你们下什么样子 堂堂金鸾殿上弄得跟菜市场一样 护部孙尚书 你那里可否拨点银两出来 启禀皇上 如今国库紧缩 护部也无银两 你不拨不拨 商人哄抬物价 流寇作乱 灾情严重 怎能不救 这样吧 本来今年计划维修宫殿 宫殿暂时不维修了 后宫的衣服首饰 能省就省点 地方财政再抽调一点 再从刘太傅三思的铁嘴缝里 抠出来一点 这样 总能凑出点银两出来吧 臣遵旨 臣这就去凑赈灾款 江北绣水遭受水灾 对 平民百姓妻力自散 朕心中甚是不忍 可在朝堂上 朕一提到赈灾 吕相爷就铁齿铜牙地提出反对 朕一提到钱 刘太傅就哭着喊穷 朕这个皇上不好当啊 皇上 江北绣水两地受灾 民不聊生 臣妾愿意拿出多年积蓄 支持皇上赈灾 皇上 臣妾请求 减免日常开销 臣妾愿将 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首饰 悉数典荡 典荡款项 用以菊子仓和慈幼菊 救助灾区妇孺 皇上 臣妾的兄长郭福山 昨日已经召集家族中有威望的人 进行募捐 赈款已经送往江北灾区的慈善机构 赈灾区 皇上可以从国库分拨一些 官员中再上交一些 前朝后宫齐心协力 一定可以凑齐的 赈灾银两倒是小事 现在问题是 朕不知道派谁取最合适 大臣中 应该有不少人 觉得灾区是一块肥缺 说不定都争先恐后地想要去 这其中的缘由 张贵妃就不太清楚了 朝廷每次下播的款项 经过一层一层的下发 总有一些会莫名其妙的消失 江北秀水乃是偏僻之地 财力薄弱 赈灾款一旦下发 官商勾结肯定欲为严重 赈灾可是苦差 当地官员给赈灾官员穿穿小鞋 制造麻烦那是常有的事 自古以来 千里做官只未猜 当年太祖出身贫寒 对贪腐恨之入骨 但我朝历经八十余年 疾病一身 在有些事情上 朕不得不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皇上 臣妾以为 这件事 皇上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赈灾款发放 是救国救民的大事 派去监督的官员 不仅得身份高 不爱财 还得压得住场面 最重要的 是经得起地方权贵 威逼利诱 说一千到一万 赈灾官员不是肥差 是苦差 不但三餐不饱 有的时候 还要贴上自己的银料 再加上当地官商勾结 派去的官员回京之后 往往不升反降 皇上 臣妾以为 倒是派一个不知深浅 爱出风头的人比较合适 朕心中是打不定主意了 二位心中可有好的人选 皇上 臣妾心中倒有意人选 堪当重任 皇后说来听听 朝廷委派的赈灾官员 必须是信德过 威望高 家底殷实 必要时候 还得拿出雷霆万军之举 惩戒当地赈灾不力的官员 臣妾心中有一人 堪当重任 皇后说的是 天下兵马大将军 叶昭 叶昭 叶昭跟赵玉瑾 现在好不容易 感情相处得融洽了 这个节骨眼上把二人分开 恐怕不太合适吧 皇上 皇上何不让其夫君随叶将军一同去灾区呢 自从郡王与叶将军成亲以后啊 懂事了不少 前段时间科举考试 在众多子弟中一举夺魁 郡王自小聪明 鬼点子多 说不定去了 还能有奇效呢 爱妃说得倒是一个好主意 赵玉瑾这个小子 朕从来就没指望过他 但是跟叶昭成亲以后啊 这小子当起官来 倒是有模有样的 好 好 赵玉瑾的确是赈灾的最佳人选哪 恭喜皇上 慧眼临选出最佳赈灾官员 君士您的菜 太齐了 慢用 我说狐狸啊 你最近可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今天叫我逮着了 但这顿饭得你请我啊 好 没问题 来 小二 来壶酒 刚进京城的时候啊 来了 每天晚上做梦都是杀戮的战场 可是一两年一过去 每天都是灯红酒绿 你看我这肚子 都大了一圈儿了 小老虎 如果哪一天再让你上战场 你还能打得动吗 没问题啊 你别看我天天在这儿 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那一到了战场上 我那大阪府一抡起来 照样冲锋见阵呢 在所不惜啊 好啊 老当义壮 没问题 走 可是 咱们大宋 今日多地发生水灾 切记 一定不要放松警惕 让膝下有可乘之计 这我知道 这不齐王 齐王的封地现在 不是遭受水灾了吗 现在赶到江北赈灾去了吗 你这消息可知道的不少啊 那 全京城都知道了 这齐王是皇上亲哥哥 你说他的封地 遭受水灾了 皇上最先想到 是如何把他兄弟解救出来 这叫什么 血浓于水 看看人家这兄弟 要是我那两个姑娘啊 加入豪门半步 我也沾沾这个 皇亲国戚的官 你这俩姑娘啊 老实说 秋华直爽莽壮 可是差了点资质 这秋水嘛 倒是粗中有细 颇有分寸 好好培养 说不定哪一天 你真能圆梦人生呢 顾列啊 你对我家秋水评价 还是蛮高的嘛 怎么样 你先抢前一步 把我家秋水取回家去 不是 咱俩说好的 今天不聊别的 开心喝酒吃哦 得得 好 一说到这个问题上 你就往外躲 好 好 今天啊 什么都不提 喝酒 吃 来 吃儿欲锦 见过皇上 平身 欲锦 最近巡察院的工作忙不忙啊 看你面色红润 日子应该过得不错 跟叶昭相处得怎么样 回皇上 最近不忙 跟我媳妇过得也挺好的 玉锦 其实说实话 朕对你是刮目相看哪 你做起官来 有模有样 的确为百姓做了一些实事 这江山安定 其中有你一份功劳 皇上过奖了 寻承御史 不过就是教训一下 那些没出息的小混混 撒扫 街头巷尾垃圾罢了 算不了什么大事 不要妄自菲薄 事无巨细 功无大小 既然立了功劳 朕就要好好地赏你呀 玉锦 最近 有没有缺钱花呀 如果有什么困难 一定要找你皇叔夫啊 黄鼠狼今天是不是吃过 太上老君那样的蜂蜜了 我得小心对付 玉锦的叔父是当今圣上 母亲是太妃 哥哥是皇商 媳妇是将军 家里拿双倍奉努 玉锦这一辈子 缺什么也不缺钱花呀 侄儿最近听说江北闹水灾 国库又空虚 不如就把赏金都分给灾民吧 皇叔要真的想赏侄儿 就把那幅情鸾消似图 借侄儿赏完几天吧 或者给我媳妇放几天假 让我们一起放松放松 你懂的 早生贵子吗 朕当然懂的 你喜欢的那幅图 朕晚些时候 让江公公给你送去 不过玉锦啊 你毕竟是朕 最疼爱的侄子 你说你整天穿个绿冠袍 寻街茶岗 朕于心不忍 有点儿取材了 要不这样 朕给你升个官 再放夜昭两天假 你们出去逛一逛 游山玩水 散散心可好啊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朕乃天子 惊口欲言 岂能有假呀 江洛海 来 把任命书拿过来 任命书 江北乃齐王封地 她已连夜赶往江北 赈灾突发情况较多 急需后方供应赈灾款项 你说这柳姑娘啊 花蓉月貌 美若天仙 那为什么她就到 庙连安她出家了呢 鸟鸟终生 究竟只盖了多少反俗心事 我只想在这儿了去余生罢了 那儿 你 小姐 小姐快 他们追上来了 站住 站住 小姐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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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夜大雨 庄稼欠收 水路中断 东京物价猛涨 饿瓢遍野 失去家园的百姓 背井离乡 赈灾刻不容缓 赈灾款发放 是救国救民的大事 臣妾心中有一人 堪当众人 你说你整天穿个绿冠袍 寻街茶岗 赈于心不忍 有点儿屈才了 朕给你升个官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朕乃天子 金口欲言 岂能有假呀 江洛海 把任命书拿过来 任命书 来 拿着 什 什么任命书啊 最近 江北和秀水发生水灾 朕命你 为此次赈灾的 钦差大臣 赈灾 对 赈灾 赈灾要做什么 不难 不难 你领完赈灾款 抛抛腿 发发安民公告就可以了 等粮运到了 你督促手下人 放粮舍粥 等你没事的时候 去镇上走一走 跟当地老百姓 聊聊天 喝喝茶 看看当地官员 有没有瞒报灾情 只要钱粮到位 赈灾解决了就好 其他的事情 你不用放在心上 你看着办 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怎么样 简单吧 果然媚安好心 难怪今天一脸谄媚 一会儿把我夸上天 一会儿又赠名画 皇上 你可是我的亲皇叔啊 这样得罪人 又催人早死的工作 怎么让我去做啊 玉瑾 你前半辈子浑浑噩噩噩的混日子 这次赈灾如果成功了 那可是给你皇叔父长脸哪 再说 我从小到大 被你娘关在家中 连京城的大门都没有迈出去过 外面的画画世界是怎么样的 你知道吗 你肯定不知道 这次可是你放飞心情的大好机会啊 我从小被我娘幽闭在家中 对外面的世界早就渴望以久 多谢皇叔父 朕会立刻发指 给受灾的种衙们 让他们发布减免赴税 抚恤安置 转移灾民等公告 你只要做完你的工作就可以了 明白 那 池儿先去哪儿 江北 离西夏边关很近 为了防止流民闹事 西夏趁机骚扰 你先去江北 然后再去嗅水 朕会放叶昭两个月的嫁的 让她陪你同行 一是保护你的安全 二来 你夫妻二人同行 培养感情 早日开枝散叶 黄叔父 那我媳妇的名字 是否也在 钦差大臣的名单里啊 不会 此次叶昭乃随行家眷 无算公差 太好了 也让她尝尝 跟着相公混的滋味 玉姐 此次赈灾 乃国家大计 路上 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黄叔父请放心 侄儿还有一事相求 说 黄叔父把淤衣孟兴德 借侄儿用几天 这一路上头疼脑热 呕吐发烧的 也好及时救治 有孟兴德在 朕就更放心了 没有问题啊 对了 玉姐 一战简陋 就不要麻烦当地官府了吧 你自行安排 到更舒服的客栈去住 没问题 放心吧 黄叔父 好了 回家准备准备吧 遵旨 遵旨 那边也要整理一下啊 小瞎子 郡王 赶紧收收行列 也要出远门 郡王要出哪个远门啊 东门西门啊 什么东门西门 是真正的远门 真正的远门 皇上 赐给我一个美差 让我可以边干活 边吃喝玩乐 还有这种美差啊 赶紧去收拾行列吧 快啊 媳妇儿 媳妇儿 快 来 干吗 快收拾东西 黄叔父让我带着你 去江北秀水赈灾 太好了 什么时候继承 家鸡随机 家骨随狗 相公吩咐 随时走 赶紧吩咐秋水去怀 跟我们一道随行 在 此次赈灾 你和秋水一起去 记得要低调行事 以郡王随行女郡的身份 一起出行 是 另外 我会清点五十名清兵 作为护梁侍卫 赶紧下去准备 是 将军 阿昭果然雷厉风行 不通凡响 我就是我 是不一样的烟火 是味道 不一样的水果 将军 将军 媚娘祖籍也是那儿的 带着媚娘去嘛 带着媚娘好不好嘛 好吧 媚娘也去 谢谢将军 将军 你们都走了 轩儿一个人在家 好无聊好孤单的 你也带上轩儿吧 你们两个神经病 这一次是去江北镇灾 不是豪华旅行团 媚娘的娘家在江北 她回去顺便看看 咱然下次吧 好吧 这次出门要带很多东西 媚娘 你把生活用品戴上 轩儿 你把将军的衣服 戴成二十套 好 现在就去准备 走走走 带这么多套衣服干吗呀 这一路上出门在外 人生地不熟的 万一衣服破了湿了 江北水灾 连日下雨 没得换怎么办 多带点 有备无换吗 真的两套就够了 相公 你没出过远门 你不知道 你现在是随情家属 你必须得听我的 五套 不准再少了 成妞 相公 我们去选一件随身兵器 好啊 戴上太祖玄铁鞭和蛟龙剑 以备不时之虚 皇上说了 你风流名声在外 妻妾乘循追寻也是理所应当 皇后也嘱咐我 一定要珍惜大好时光 争取回来的时候呢 让她抱上孙子 太好了 这一路上又有美景 还能造小人 不予悦惑 那还有美人呢 对对对对 还有美人呢 媳妇 低调低调 哦 低调低调 那我们最好隐取身份 微服出讯 对 这个主意好 正好可以过过戏业 我搬做粮饭商人 你搬做保镖 随行的都是丫鬟小私 是 相公 那我们去选兵器吧 好 郡王 郡王 按照您的吩咐 清单已经列好了 念 郡王爷各色官服 便服 鞋袜袜 共计二十套 丝终备套 鸭绒毯子 绣花枕头 各十套 洗脸盆 束口杯 洗脚盆 各三个 各种居家出游必备小东西 一大框 还缺点什么呢 对了 叶狐 带两个叶狐 还是君王心系如法呀 万事俱备 再过两次就可以出发了 这就去准备 给你 给你 老爷来啦 老爷来了 快快 放这儿 老爷 别过来 别过来 都咱好了 别过来 夫人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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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行 行了 给 来 拿着 你拿着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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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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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 给我点 谢谢 爷爷之间 江北好像变了个模样 变得满目疮痍 一片凄凉 庆夫人 近几日 最好待在家中 不要轻易出门 听说那些在民都疯了 贱人就抢 王爷要是肯开仓放粮 所有的事情不都迎刃而解了 他们不是疯了 是饿了 哎呀 巨王 到了 哎呀 巨王 到了 好 小小子 这家客栈看着不错 你进去打探打探 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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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小的已经打探过了 这家客栈 房间整洁 床铺干净 最重要的是啊 上等客房只收一百文 哦 还有木桶泡枣 热水供应 这里的吃的 也都是当地的特色 客人可以随便点用 我好喜欢 嗯 不错 先告诉店家 大家都饿了 先上饭菜 待会儿在班里入入 嗯 阿超 走 谢谢 相公 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嗯 品相虽然粗朴简陋 可是口味 不过去山野风味 好吃 嗯 这一方水土 一方美食 相公 以后多出去走走 这样 我也能跟着沾光 嗯 将军 多吃点 以后你想去哪儿 只管跟我提 我带你左山吃山 左船吃粥 嗯 巨王 要不要小的先把账结了 这样吃完之后 大家就可以入住了 哎呀 道长 哦 对了 玉姐 嗯 一战简陋 就不要麻烦当地官府了 你自行安排 到更舒服的客栈去住 这钦差大人 带着家属 奔赴灾区赈灾 这黄鼠狼 连半个字路费都没出 我不但要自己出路费 连海大人和碧金市的路费 也得我来出啊 好像还真是这样 人算 如天子算 黄鼠狼子算满打的 可真够留的 太可恨了 我说今天的鸡好好吃啊 你们大家吃鸡 吃鸡啊 你也多吃点 啊 夹不动啊 怎么了 牙齦肿痛 好 无妨无妨 皇上啊 虽然没给咱们办差的经费 但是啊 让小夏子带了很多 清凉护齿的 玉齿伞 这玉齿伞呢 就是说是中华制药局 精心制作 药材很珍贵 去火护银有奇效 这药啊 皇上不轻易赏人的 媚娘 你可得多用点 好清凉 好舒爽啊 少爷 我们到了 慢点少爷 慢慢下 这荒郊野店的 只好在这儿讲究了 好 请 客官 不好意思啊 今天饭馆被经常来的 大爷给包下了 这是谁啊 这么大的排场 知不知道 我们家张少爷才 去别家问问 还有没有其他房间 听说是去江北州 饭米的商人 排场非常大 随行马车就有好几十辆 别说隔壁餐馆 就连隔壁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 都被大爷给包下了 要不几位爷 先去路边摊 用碗馄饨 咱们 我们家 张少爷啊 那可是 身交肉贵 若不是半路坏了车轮 耽误了时辰 怎么能看得上 你这家破店 算了 这里又不是秀水 我与他人相征 走吧 若是在秀水州啊 我非打死你这个狗奴才 没地方就是没地方 干嘛开口骂人呢 那边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怎样 公子 公子 摔疼了吧 没有 在下姓张 是个秀才 不知兄台如何称呼 本人姓裕 回忆公子 我主仆二人赶路至此 腹中饥饿难耐 不知能否结个善缘 在你们旁边搭张桌子 两队繁杂 逃到公子了 若公子不介意 可以和我们大伙做一起 那就有劳玉公子啊 不必客气 请 请 多吃青菜 青菜有营养 阿昭 这个好吃 来 你自己吃 喝口汤吧 这汤熬得不够火 不喝 你不喝我喝 烫死我了 烫死我了 现在还有的吃 你就多吃点 等到了灾区 想吃都没得吃了 那我就直个火锣 给你熬粥喝 有劳大人了 走啊 郁公子 早 我看您用了几十车粮食 这是要去哪儿啊 叔父是生意人 他告诉我 此时运粮到江北城 有利可图 便让我出门历练一番 这番生意 若是赚了 算他的 若是亏了 便送我的零花钱里扣 唉 这叔父 明知道我是第一次出远门 还安排这么苦力的 脏活儿让我干 现在江北的梁家 长得最为厉害 一日三变 比平时高出了好几倍 如果能平安运到 卖给当地粮商 定能卖个好价钱 平安待去 莫非这一路不太平了 水晃过后 时有流口作乱 他们到处强粮 要是遇上 恐怕小命都难保 那 到底是江北 还是绣水的灾情严重啊 肯定是绣水州啊 诋毁人亡 惨不忍睹 那公子是哪里人啊 正是绣水州人 我在嵩山的书院读书 等待两年后春围 家父在绣水做官 一直坚守在重灾区 这么说来 你父亲定是个好官 家父一直兢兢业业的工作 原本可能晋升 可能天不从人愿 竟遇上了百年不遇的灾祸 公子 我有仪式相求 但说无妨 近日不太平 我与小四两人 回家难免提心吊胆 公子的车队人强马壮 不知可否一起行走 还能有个照应 这照应自是没问题 但是叔父计划是先到江北州 然后再去绣水州 绕道不过一两天 现在绣水的梁价 长得最厉害 家父又在当地做官 你们去了可以住在衙门 确保人身安全 我在当地还认识很多梁商 可以帮你们穿针引线 定能卖个好价钱 这样也行 叔父在朝中多少有些关系 有机会将你父亲的事迹 上报朝廷 也好在朝廷官场 树立个好的榜样 郡王 郡王 来了 郡王 郡王 怎么了 钥匙 郡王 在下有一事不明 赈灾的路线 应当先江北州 后绣水州 为何突然改到绣水 听说绣水的灾情最为严重 自然先去救急啊 江北州与西夏交集 必须要妥善安置当地灾民 如果当地灾民引发闹乱 恐怕西夏会趁机骚扰 所以眼下最重要的 我们是先去江北 突然改道去绣水的话 恐怕会影响全盘的计划 这反正都是赈灾 晚几天到江北州 也不碍事啊 郡王 咱们车队庞大 多耽搁一天啊 咱们都消耗不起 我给你打个比方 这就好比 咱们要给灾民送一个馒头 结果在路上 我们自己就消耗了三个 你明白吗 这叫得不偿失啊 这照你的意思 我们给灾民 发放一百车粮食 我们自己在路上 就要吃三百车啊 意思是这个意思 在下就是打个比方 不用说了 灾灾自然是哪儿最严重 就先去哪儿 郡王 我跟你说不明白 我要跟将军说 将军在哪儿 你告诉我 将军在哪儿 将军 将 将军 怎么了 给平平礼 郡王非要临时改道去绣水 玉剑 仅凭张公子的一面之词 就临时改道 恐怕有些不太妥当吧 那绣水浙的灾民怎么办 火速前往江北州 完成赈灾之后 再前往绣水 这也是皇上 一早就安排好的呀 那好吧 将军英明 郡王 北武 好 张公子 张公子 张公子怎么每次都掉扇子 郁公子都安排妥当了吗 张公子 不好意思 这车兑的粮食 并非我一人所有 其他人都有入股 别人的意见是 去江北州 价格会更高一些 可是你现在去江北 这路也未必行得通啊 为什么 这去江北州 毕竟彻底关大峡谷 这彻底关就是彻底完蛋的意思 彻底关 彻底完蛋 这大峡谷山高数百丈 悬崖峭壁 水流湍急 今日有连日暴雨 这经常会出现 塌方和泥石流 真要遇到了 别说你是马了 就是鸟儿也插翅难飞啊 那这彻底关 居这儿有多远 大约百里 我得去跟他们商量一下 什么 如果真如张少爷所说 你们先待在客栈别动 我和秋花秋水去打谈情况 如果可行 今天抢先通过彻底关 如果情况不妙 我们再想办法 这出门在外诸多麻烦 也只能如此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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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彻底关 去看看 驾 驾 将军 看来张少爷说得对 一旦发生了泥石流 人畜无一生还 秋水我们走 好 驾 驾 驾 老爷 回来了 回来了 他们回来了 怎么样 彻底关 大面积踏风 多亏了 张公子 要不然 我们的梁队又要受阻了 麻烦就大了 我是本地人 自然了解本地的情况 玉公子现在怎么打算 阿昭 你打个仗 你觉得呢 如果不能按原计划进行 那就改道 先去绣水州 降灾外 军令有所不受 当前到了兽阻 也只能这样了 秋花旧水 绣水州的兽灾情况怎么样 我和妹妹去打探了一下情况 不过 据说 绣水受灾人数过万 失踪人口成千上万 粮田房屋 也受损严重 张公子 去绣水州的路况怎么样 绣水州属于秋陵地带 一般不会发生他方和泥石流 但是道路必定泥泞坎坷 不怕 逢山开路 御水搭桥 我们一定要把粮食 送到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去 对 这样才能卖个高价钱 在下立刻去通知两队 改道秀水 好 那就立刻出发吧 秀华 秀华 你看 前面的路好像好走些了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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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也要丧尿 快过来 叫他们都下车吧 前方就不停车了 咱们务必在天黑前 赶到秀水州 大家下车方便吧 前面不停车了 天黑前赶到秀水州 于公子 前方很快就到秀水州了 我先走一步 你们车队慢行 我去做迎接你们的准备 有劳张公子了 告辞 这次的大水 把江北市冲了个透心粮 福中的粮食 也用得差不多了 听说皇上派的赈灾专员 是赵太妃的小儿子赵玉锦 此人风平甚差 怎么可能担此重任 夫人 这个你就不懂了 赈灾它是个苦差事 既捞不着油水 又可能得罪人 朝里那帮老狐狸 自然是不会接的 赵玉锦哪 出身名门贵族 又是皇上的侄子 他们夫妻俩在朝中 领的是双倍的风 所以 赵玉锦来赈灾 倒也合情合理 只不过 皇上让叶昭随同前往 我总觉着 罪翁之意不再久啊 如今灾情严重 恶瓢满地 难道皇上还有心思 做别的打算 江北本是先皇 给我的封地 数年来皇上从来不插手 但是这一次 我觉得皇上 是想借着赈灾 查看我府中的实力 顺便掌控我的动向 皇上固然有皇上的打算 可是咱们在这儿 也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灾民被饿死吧 当然 江北的百姓 都是本王的子民 本王自然不忍看他们流离失所 但是皇上 既然愿意派出赈灾的官员 咱们也就乐得坐等相救吧 京城到江北路途遥远 昨天碧京之路突发泥石流 路桥被冲垮 赈灾的队伍 已经折返先去了秀水州 那夫人 夫人 你怎么知道的 难道你还用蒙我吗 你的人 不是一直尾随着赵玉瑾吗 王爷 夫人 夫人 我们这儿有些小事要处理 要不 你先回房休息 让你训练的人 训练得怎么样了 回王爷 新来的歌姬 果然自容出众 天资聪慧 好 过两天有贵客临门 你要加紧训练 不可携带 是 另外 这两天风雨交加的 夫人头疼病又犯了 你找两个聪慧的婢女 日夜伺候夫人 药千万不可断 还有 夫人房里的绿罗植物 要经常更换 免得夫人看到残花败柳 心情不超 还有 在夫人面前 不该说的 千万不要乱说 是 王爷 王爷 已经准备好了 王爷准备何时烟火 就在今天 是 快 优优 我站住 我走不动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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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呢 快快 来着他们 你们这是 看看什么情况 都起来吧 快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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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起来 快起来 起来吧 我们也没有啊 快起来 这些灾民急需要粮食救病 可是担心 把白米给他们怕不够 反而耽误了后面的镇灾计划 还好张少爷有仙剑之名 把咱们的粮食先调走了 是啊 这里的情况 比想象中要糟多了 镇灾非同而息 不是一场轻松有趣的旅行 而是一条艰难可怕的荆棘之路 关系到无数大宋子民的生死安慰 起来吧 快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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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先让一下 起来吧 起来吧 谁让人好跑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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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起来吧 起来吧 快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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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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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快快站起来看 快上站一下啊 我们先让一z练 interactive 这样 快点一下 让一下 快下站起来 好好 sollten 快起来吧 快点起来吧 快点起来吧 先让一下 让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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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师爷 有什么好消息 说来听听 钦差大臣 不日将抵达江北州 咱们汹水州也是重灾区 朝廷必来查看 为了防止钦差大臣们 心血来潮查看堤坝 我已悄悄派人 将堤坝做了修缮和掩饰 好 在下重拳出击 试图将告狱状的刁民 打得打 关得关 以警校游 咱们汹水州暂时无忧了 好 但还不够 对 您说得太对了 不够 但是这只是第一步 我还有第二步 这第二步啊 我将扩大宣传 现在咱们汹水州流言四起 都是关于金柴大臣南平郡王的 说来听听 他们说 是他们说了 南平郡王怕事偷懒 贪财好色 来汹水救灾 只为求财 顺便收罗美人 我把这个消息散出去啊 谣言越传越烈 现在百姓们哪 纷纷打听玉石抵达的时间 齐齐放下告状的心思 只顾着将未嫁的女儿藏起来 怕让好色的郡王看见了 干得好 给她设下天罗地网 让她自投罗网 咱们给她来个 瓮中捉鳖 下去吧 是 别挤 别挤啊 别挤 今天只卖三岛粮 过了没有 价高者得 有没有出高价钱的 握出三倍 有没有出三倍 好 三倍 这是你的了 买大了 有没有 价高者得 胜不都不过了 这秀水州的百姓 都这么有钱 拿着银票买粮食 糙米糙面的 被炒到这么高的天价 这卖房卖地 卖而卖你 自然有钱 买的是命 不是米面 可这房子和地都卖了 灾后怎么办 打灾之时 能活一天是一天 能活一时是一时 他们俩顾得上那么多 从小到大 被你娘关在家中 连京城的大门 都没有卖出去过 外面的画画世界 是怎么样的 你知道吗 难道有机会 光明正大出门一窝儿 黄叔父说得对 玉姐 保证能够完成任务 水荒过后 是有流口作乱 他们到处强梁 要是遇上 恐怕小命都难跑 玉 玉 去看看 我觉得皇上 是想借着赈灾 查看我府中的实力 顺便 掌控我的动效 将军 南平郡王 怕是偷懒 贪财好色 来嗅水救灾 只为求财 顺便收罗美人 我把这个消息散出去啊 谣言越传越烈 现在百姓们哪 纷纷打听玉石抵达的时间 齐齐放下告状的心思 只顾着将未嫁的女儿藏起来 怕让好色的郡王看见了 干得好 打灾之时 能活一天是一天 能活一时是一时 他们俩过得伤那么多 这位小哥 秀水粥就是一家粮库吗 别提了 那些黑心的商人哪儿 哪里管我们的死活呀 他们把粮食都囤起来了 等我们饿得不行了 再高价卖给我们 这秀水之粥不管吗 他管什么呀 我们这些老百姓 没权没势的 就算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也不敢说一个不字啊 你给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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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大人 等安顿下来以后 赶紧开个粥铺 给在民事粥 是 老爷 老爷 张公子在城门外 等着咱们进城呢 好 走 你给我吧 爷 你给我吧 有点吃的 有点吃的 过来 少爷 夫人 我们到了 我们到了 玉公子 官库已经安排好了 你们的人正在去的路上 他们人太多 只能让他们自行休息 我想把你们安顿了 如此甚好 那就打扰了 请 玉公子 这就是我给你们安排的小院 公子家里必定是极度富裕 住惯了京城 突然来到我们这乡下 会不习惯这里的简陋吧 哪里 哪里 小院清雅别致 想必令尊 必是风骚雅趣之人 现在是非常时期 父亲与百姓通甘共苦 一切从前 我家世代从商 从不缺钱 只是 最讨厌那些贪官污吏 敬佩 爱民如子的清官 父亲从不贪污所惠 生活清贫 为百姓受点苦又算什么 你父亲是个好官 时候不早了 我要早些休息 明日我再与你商量 失州之事 好 那 告辞 好 看你这样子 打什么鬼主意呢 你怎么知道 我在打鬼主意啊 知福莫若期 你身上哪个部位 我不清楚啊 无耻 想歪了 我说的是你的心思 我懒得跟你扯 你看 这汝瑶的茶杯 前朝的古物 价值百金 若是放在咱们家 算不得什么 可在外面 极难得手 绝对不是 清廉官员用得起的东西 你再看那院子里的石头 都是骑士 来自产师之地江北州 是文人雅士追捧的玩物 这些石头 如此巨大 价格昂贵 再加上运输的人力物力 价值不菲啊 这石头还分贵贱呢 相公 你这刚进院子一会儿的功夫 怎么开出这么多细节来啊 太厉害了 那当然了 这石头的种类分好多种 有骑士 怪士 易士 文士 贡士 都是富贵贤人 风骚雅趣之人 追捧的盲目 刘太傅家里 有一块巨大的昌化石 听说 是从千里之遥的浙江运过来的 听说运输之石 正值寒冬 费了不少劳力 才运到东京 却因巷道太窄 无法运进家中 刘太傅买下周边的十几间屋子 通通都拆了 才勉强将石头运进家中 真是劳民伤才 可不是吗 你说张太爷一个区区州官 兴趣爱好 竟和太傅相提并论 住着豪宅 玩着巨石 岂不是 都是搜刮民旨民高所来 话说 打算什么时候 把这个芝州捉拿归案呀 你急什么 你给我点时间 让我再考虑考虑 好 如果查出贪污受贿 直接亮出身份 摘了他的乌纱帽 回经查办便是 别急 媳妇 这张太爷知道隐藏财富 做好表面功夫 说明他一定是个聪明人 估计留下的证据不会太多 老子堂堂赈栽欲试 如果只是摘个乌纱帽 霸个关 打几下板子 那太没意思了 他既然想玩 老子就陪他玩到底 玩个痛快 好 你慢慢思考 我出去观察一下周边的情况 快去吧 告辞 朕在一时 请南平郡王给在下安排任务 二位一路辛苦了 快请坐 是 为郡王分忧 这点辛苦 算不得什么 这赈灾工作很重要 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 工作方式急不得 也来不得半点虚假 郡王 小的出去寻了一圈 没找到宁药的山泉水啊 笨蛋 泡茶以山泉水为上 没有山泉水就用井水嘛 你去附近 找点井水来 才离开京城半天 就变成呆子了 跟了这除了吃喝玩乐 什么都不会的钦柴大臣 这工作怎么开展 你们说 这秀水州的歌馆九四 花节柳相 开门了没有 郡王 我们出来赈灾 您还想着 找姑娘 郡王 这儿的姑娘质量差 跟咱们东京的没法比 这样 等咱们回去以后 再去找姑娘 再欣赏 好吗 此地自古出美人 听这儿的人说 婴体管的姑娘不错 价钱也便宜 若郡王有幸 说什么呢 不少新来的姑娘 都是附近的灾民 没饭吃 被父母卖进去 很可怜的 这开门就好 你们二人这几天 好好去逛逛 要选最高级 最有名的青楼 郡王 您是打算带着我们这一票大臣 一块去逛窑子是吗 郡王 您可千万要念及黄恩啊 千万要想着 处在水深火热的江北百姓啊 千万不可做出这种 在赈灾的时候 逛窑子这种昏庸之举啊 原来郡王让我们去找姑娘 其实是为了打探消息 郡王 这招可谓是英明啊 郡王别出心裁 另辟蹊径 真乃一绝啊 你们就放心去吧 有任何责任往我身上推 天大的事儿都有我扛着 郡王 这个 你和将军去不去 你也招这个魂窮 见青楼叫我姑娘 脸不红心不挑 无论是他勾搭姑娘 还是姑娘勾搭他 这种人伦惨事 老子通通不想看 我现在的角色 是一个天真烂漫 有钱正直的商家公子 实在不便去青楼 由于主子人傻钱多 你们这些扮演管家的 就刚好适合上下棋手 至于阿招 要保护我的人身安全 所以必须留在我身边 这个合适吗 郡王都说了 罪名他扛着 海大人还担心什么 这都是为了工作 现在是特殊事情 一切以工作为重 海大人就不必背负 那么重的思想负担了 还是毕竟是年轻 思想转换得及时 海大人到底怎么个想法啊 简然郡王 小之以礼 动之以轻 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这就对了嘛 记得 出手大方些 好 如果没有钱 就找我要 明白 特别是海大人你 表现得要好点哦 不过 也不要入戏太深 这些事 我和阿招会提你保密的 绝对不会告诉你媳妇 郡王 我谢谢你啊 小瞎子 你也去吧 记得 表现要好点 我知道的 是的 您应该去哪里 您就想投注 您 您 谢谢观看